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 可是在这之前我忘了一件事 就是我刚刚介绍Vincent是低音提琴演奏家 爵士作曲家 但是这两个头衔其实太简短了 他的 已经蛮冗长了 其实 Vincent在那个爵士乐 在教学 在乐团上面有很多很多事情 哎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所以我是斜杠中年人 对对对 斜杠中年 哎 介绍一下自己啦 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你 好的 我是Vincent徐崇玉 那我是从02年的时候 我到了纽约 那慢慢开始接触爵士乐 然后接触了我的乐器 就是说其实我是二十几岁 真的快要 快要三十的时候 才接触我的乐器 我是很晚开始学乐器 哎 我们打个岔 所以我如果今天 在我小时候没有开始学乐器 然后我也许在小时候 对音乐一窍不通 对 我也有可能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或是大学毕业 突然之间喜欢上某一种乐器 然后进而去学习 最后成为一位爵士作曲家吗 斜杠中年人 是可能的吗 你就是这样嘛 对我就是这样 你以前在国小的时候 在你的中学时间 在学习过程里面 你都没有去接触过音乐吗 我是小学一年级吧 我学过一点点 就是大家一样嘛 那种好像是 YAMAHA钢琴课还是 是 然后不过呢 因为 其实是因为我爸爸 从小很喜欢唱歌 我爸很喜欢音乐 所以其实我从小 就听到他唱歌长大 那变成我 其实我从小也喜欢音乐 而且是非常喜欢 所以其实 你还是很喜欢音乐 只是对于乐器的接触 是比较晚的 对于爵士乐的接触 比较晚 我大四才开始 真的听到爵士乐 然后就开始投入 对之前都是摇滚音乐 弹电吉他 是 但是不仅仅是 低音提琴演奏家 不仅仅只是作曲家 你同时现在是 两个乐团的团长 对不对 哦 你说 对一个是 Soy La Lle 然后前几年 组的一个Journey Through Jazz 对 所以一个人 要当两个团的团长 然后同时还要帮忙策划 两厅院夏日爵士 写杠中年 对 请问一下 怎么忙得过来啊 你平常不是还要练团吗 然后还要去接触 这么多的国际级的大师 然后国内的这些乐团的好手 然后共同策划活动 然后你还要去教书 你现在还有当心教职啊 是的 对台义大 对啊 对 你怎么忙得过来啊 你看起来没有黑眼圈 对 怎么说呢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顺序 我也没有办法同时做那么多事 所以其实 说实在话 Journey Through Jazz 是个大概三四年前的一个project 是 对 那这阵子 我觉得我让他不要休息一下 主要我可能会做Soy La Lle 或是做我个人的创作 因为Soy La Lle是拉丁爵士嘛 那我其实我个人的创作 不一定会是 一直都在这个风格里 是 当我们有时候写歌的时候 你不会限定他的风格 对 当我说我很个人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会用自己的名义发专辑 那假如我是设计给Soy La Lle的拉丁的感觉 我就会用拉丁来创作 对 Vincent的故事哦 要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出来 真的 也说不完 我们下一次再另辟 两厅院是重点 对 我们再另辟一个时段 我们来聊这个 今天是要先帮大家带来 两厅院2020夏日爵士派对 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已经迈入第18年了 但我注意到的是 比方上去年重返哈林 就是我注意到Vincent做策展人的话 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您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做这个活动的策展吗 还是之前我没有发现你而已 其实之前我都是 等于是被邀请去 在这个角色音乐前面演奏 像以前的户外 是 对我连续参加了很多年 是很有趣哦 有时候他们是真的就邀请我 邀请我乐团 有时候我是去当Signman 就是说有时候邀请 其实我第一年参加是跟王若林 不是邀请我 我是跟王若林去 然后后来是跟黄瑞峰老师 是 对 然后所以就是跟不同人 结果变得我好像几乎每年都有参加 然后慢慢的就 跟他们的整个团队 跟两天的团队 慢慢有了蛮多的默契 也越来越熟悉了 对 然后所以他这几年刚好 也释出了一个机会 就是说他们愿意 用多一点的资源来 开启不同的舞台 让国内的 很杰出的这些国内的 角色音乐家们能够参与 我觉得在台北市 相当多的这些艺术表演活动 但是夏日爵士派对 这个活动真的是 让我们一想到夏天 一想到爵士派对 就会想到两庭院 这已经是 太好了 大家几乎耳熟能详 真的你跟就是办公室的同事聊天 他就说 又到了吗 一年一期的夏日爵士派对 又来了吗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今年的主题就是 是咆哮吧 帕克精神 咆哮吧 帕克精神 对 那你先帮我们说明一下 什么是咆哮乐 好 咆哮乐其实 大家真的想知道的话 稍微预告一下 7月26号 对 我将在这个戏台酒馆 会有一个有关于 咆哮乐的讲座 那当然既然人都到现场 所以一定要讲一下 什么是咆哮乐 对啊 要不然我们的听众要听什么 对 咆哮乐其实是1940年代 有一个他是风手叫做Charlie Parker 他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演奏的概念 演奏爵士乐的概念 当时的想法是想要颠覆过去 三年年代这种 Swing Band 就是这种大乐团 然后以前三年代音乐呢 很多都是为了舞者而演奏 那四年年代年轻年 他们觉得说 我演奏爵士乐 我想要为了我的艺术而演奏 我想要纯粹的单纯的表达自己而演奏 而不是为了 观众或是说是商业 当然他们也为观众演出 只是说他把这个艺术性 这个部分把它收回来 这个自主权变成是音乐家的 音乐变成是他的一个艺术表达 那如果我们要讲到咆哮乐的话 那今年介绍的Charlie Parker 我们就要称呼他是咆哮乐的大师吗 还是我们要说他是始祖 他是始祖啊 他是始祖 所以这咆哮乐是由他才开始的吗 是的 他跟他的一群朋友像Dizzy Gillespie 像鼓手Max Roach 背手像Charles Mingus 这些人都是当时咆哮乐很重要的音乐家 他们当时就是把过去比较注重 依附与主旋律的这种即兴方式把他打破 意思就是说当他一即兴 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什么歌了 他以前老一辈的音乐家在即兴的时候 假如是越让代表我的心 就算他即兴你还是会听得出来 大概都听得出来 可是到了Charlie Parker这一代 他们把主旋律几乎摒弃 他们用和声 他们只去用理解和声的方式去即兴 我要再岔题了 Vincent你在大学教的就是即兴演奏 对不对 可是即兴演奏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吧 对 还是我真的随便谈都叫即兴吗 你随便谈当然是即兴 可是就没有任何的文化内容 没有任何的文化的foundation 那我们讲即兴演奏以我的这个角度切入 当然就是爵士乐 所以必须以爵士乐的语会 它就像是我们的口音一样 对台中可能有台中的口音 北部南部不同口音 所以不同文化 所以学习爵士乐的即兴就是去沉浸在这文化里 用他们的方式来讲这句话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先学他们怎么讲 就像学英文一样 我相信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 还有很多的问号 那么听众朋友就是7月26号星期天下午 下午三点半在戏台酒馆 Vincent要再一次跟大家说 什么叫做咆哮精神 什么是永不妥协的爵士时代 可是这个戏台酒馆 这个它是有就是有入场费用 需要报名 所以所以大家可以去上戏台酒馆的FB 他们的粉丝专业 你就打戏台酒馆 或者是其实在Vincent的脸书 粉丝专业上面 也有非常多的爵士乐的一些相关资讯 还有活动可以在上面看得到 所以你就打Vincent徐 V-I-N-C-E-N-T-H-S-U 你就是在FB上面找到Vincent的粉丝专业 在上面有相当多的资讯 大家要记得 因为它是有人数限制的 所以7月26号戏台酒馆的这一场 讲座是有人数限制的 大家要先报名 那在进广告之前 Vincent帮我们介绍一首歌曲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让我 这个对于音乐没有那么了解的人 可以更多一点点的了解 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好我们就来听 这次其实为了这个Tripog Project 那很重要的一首歌曲 因为这个歌曲是来自于一张经典的专期 叫Life at Macy Ho 这首歌叫All The Thing You Ar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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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请Vince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音乐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incent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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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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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